大家好 今天這條影片稱不上是 《刀劍神域 彼岸遊境》的復Gameping 因為玩了這遊戲二十幾個小時後 實在沒辦法玩下去了 所以這條影片我只是用來 和大家交代 為何我沒辦法完成這遊戲 同時都向期待 《刀劍神域 彼岸遊境 復Gameping》的朋友致歉 《刀劍神域》系列自從動畫化之後 一直都有推出遊戲 當然這種動漫改編遊戲 在近年來說很少稱得上優秀 但《刀劍神域》系列本身就有著 VR MMO 遊戲這個設定 所以題材上是相對容易遊戲化 正如剛才所述 我玩這遊戲只是玩了二十幾個小時 那二十幾個小時按我的觀察 其實就是解鎖了這遊戲的基本功能 按一些人的說法 就代表這遊戲的真正開始 但我實在沒辦法繼續下去 如果我可以選擇退錢的話 我會退掉它 《刀劍神域 彼岸遊境》 是對應動畫版的《刀劍神域》 《刀劍神域》的衍生遊戲 玩家在遊戲頭十八小時左右 將會控制同仁 經歷由同仁進入Underworld 去打敗亞多米尼史特雷達的故事 後面大概是因為動畫進度關係 所以就會用原創劇情去代替原本的Underworld大戰 遊戲畫面漂亮不漂亮 我就不多說了 就如大家所見 日廠二三流 Fan向水準 遊戲一開始的部分是以重現原作為主 但就這點來說 《刀劍神域 彼岸遊境》可以說 都有點失敗 製作組的本作是重現動畫劇情的 也有看過這部動畫 而當中不少畫面其實都沒有重現 它是一開始的斬樹劇情 由於劇情每到斬樹的位置 是不會有畫面的 只會給你一些聲音 在故事中 童仁和Youjiro為了應付修學院的考試 就要和很多學長和同學進行對戰 但遊戲中把重要的劇情全都省略到 變成打發光膠人 哥魯哥羅索學長直接被鬼陰 童仁和愛麗斯爬塔那段 也是完全沒有畫面的 打亞多米尼斯特雷達的房間 是沒有一張床的 他和Youjiro的劇情全部在地板搞定 至於BOSS從沒有穿衣 變成有穿衣這點 就有他 畢竟這遊戲是老少咸儀的 簡單來說 這遊戲的劇情是盡可能 散略所有非必要的3D animation 你在遊戲中的劇情看到的動作 基本上只會出現在戰鬥便有 又或者前作可以重用的動作 所以那些斧頭劈樹的動作 爬塔的動作 他就全部都省略了 劇情中段也就是和人做修劍士那段 他們為了令遊戲有多些戰鬥橋段 就不斷給藉口和人出去進行什麼外出售貨 即是叫他出去野外打個怪 配合這遊戲的loading速度 那段簡直是loading地獄 而在那部分的gameplay 玩家亦都接近失去了周圍走的自由 瘋狂不斷看對話劇情 而遊戲中某些地方也出現了數字錯位的情況 這樣的劇情表達 我不認為是有誠意的做法 原著裡面所有的劍士都是在劍兆裡面拔劍的 但是在game裡面全部都改成憑空變出來 劍兆也不用弄 戰鬥玩法都是有點不流暢的 基本上戰鬥系統都是虛空環境那一集演化出來 但AI就變得有點不夠實用 他們會很忠實執行玩家所落的命令 但他們就不會做命令以外的東西 即是你叫他做A 他就死都不肯做B 如果可以的話 我只可以舉一個命令 是麻煩你正正常常地戰鬥 而三個AI裡面 也只有一個AI 可以讓你很仔細地指揮 所以AI就經常站著圍觀你 和怪物在這裡隻抽 可能他們想曲線推薦大家 玩多人遊戲 而在他的戰鬥模式下 他會經常要求玩家進行 精確的迴避和防禦 偏偏戰鬥的節奏偏慢 你揮刀動作 一定要揮完把刀 你才可以做下一個動作 劍技就像圓著一樣 一定要打完整套才能停止 防禦還要不是順發 而是有延避 令玩家本身很難很精確地對應敵人的攻擊 更何況敵人的攻擊本身很難預測 這個情況反而經常出現在雜魚怪當中 因為敵人的攻擊的預備動作 都好像吃了豬油膏一樣 前置動作是慢動作 然後慢到一個點 他會停在這裡 然後突然再順發 那你和不動再順發有什麼分別呢 我覺得對比對馬戰鬼的拔刀對峙 要求真的高太多了 果然是一隻Hardcore的遊戲 還有就是把敵人打到break之後 還要再打多3東西才可以把敵人打down 我實在不太明白 為什麼不能直接把敵人打down 要再打多3東西呢 更何況三連擊有時候最後一下 是很難打到太矮的敵人 結果就很難打到有效的傷害 遊戲裡面還有裝備強化配技等等的玩法 地圖上也滿佈了支線任務 不過頭20個小時的Gameplay來說 那些要素就不太有用 說不定後面會有用 但在玩的時候是完全沒有用的 而遊戲還有一些小細節令人覺得很不自然 例如角色衝刺再跳起 居然在起跳的減速 一定是前列聖劍器 亦噴射色急殺車 人物可以穿透都算了 不過連桌子都可以穿透 即是有點神奇 跟MPC聊天可以增加同人 在村裡的明星 明星增加之後 跟村民的對話會不一樣 要是玩家就每天抓住這些空氣人 每天聊四次 還有沒有什麼獎勵 我也不知道這個設計是用來做什麼 這遊戲還有很可怕的loading time 小隊說loading幾秒 長一點就load10秒 去其他地圖呢 可以load20到40秒 到底我是玩遊戲嗎 還是等著玩遊戲呢 那我就一直被以上的遊戲機制 輪大米輪了20個小時 捱過了整個原著劇情 然後原創劇情的出現 也都代表了 溝女玩法 和多人模式的解鎖 溝女部分 我覺得算是很好的fanservice 而多人模式部分 由於我不認識朋友 願意玩這遊戲 網上配對找到些人 都是奇奇怪怪 喜歡亂走亂走 不喜歡解任務 所以我也感受不到 這個多人模式的樂趣 後續的遊玩過程中 上述的問題 依然經常出現 而玩的過程中 也不止一次出現藍畫面 有些劇情關卡 一玩就差不多一小時 還有過程不給save 然後一個藍畫面 要我重新再打 所以我就很無奈地放棄攻略這遊戲 我不敢說這遊戲是垃圾遊戲 因為我真的玩不完這遊戲 如果後面會有驚天動地的大改變 那就當我錯過了它 但我個人所見 單輪頭二十個小時的體驗 是很難令我個人接受的 無論一頓飯的主菜和甜品有多吸引 如果你一定要吃過用史咒的前菜 才可以吃到主菜 那我寧願不吃了 更何況很多遊戲基本架構 是不會改變的 而從這遊戲 將很多不應該省略的東西 都省略了 和它的資源重用情況來看 它們很明顯出現了預算不足的情況 因為粉絲上的遊戲 從來只有粉絲跟你埋單 但你要在各村買個版權回來又是貴 於是誠意不足的地方 就用粉絲的誠意去彌補 預算不足的地方 就用粉絲的愛去彌補 以上就是說說為支持 並且期待復經評的朋友 所作出的報告 希望大家可以由此體諒 並且理解我沒辦法完成 對這個遊戲的評價 如果你是不小心 被神奇的Youtube演算法帶過來的朋友 不好意思 這條影片單純是 刀劍神域彼岸遊景 頭二十個小時的個人想法 不正看? 那你一定不是我的粉絲 這個世界的粉絲上遊戲 沒見過粉絲上影片 先這樣吧 各位 拜拜 好嗎? 好嗎?